榴莲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槟城的阿辉 今天呢 又要跟你介绍另外一个榴莲 酥酥 酥酥呢 是马来文 他的英文就是 Milk 然后呢 这个酥酥呢 另外一个名字呢 就是 王后 Green 所以这个酥酥呢 是很大力很大力的榴莲来的 我买这粒呢 大概是2.2的 你看 都是这样大力的 然后呢 你看酥酥很容易认的 他的翅都是比较粗的 然后他的下面呢 这边是尖的 看到吗 他的下半部是尖的 很容易认的 他的粗也是粗粗的 然后这个酥酥呢 他的壳是很厚的 大概有2寸 然后 你看看这些都是好像大肚子的 这个酥酥都是 就是 种子很大力的 一般上呢 你买这个酥酥呢 如果是 蹭的话 你就亏了 因为他的 克很重 所以一粒榴莲呢 大概都要2公斤以上 这个是算小了2.2 有时候他会3-4公斤的 很大力很大力的榴莲 可是 又 克又厚 种子又大 为什么人家又喜欢这个酥酥 就是因为他的 果肉很滑 很好吃 他的味道 很creamy的 然后 是好像你在 有一点像那个奶油味 然后他的那个纤维又很低 如果你买到一个好的酥酥 又黏 又 又又又又甜 又香 又好吃 他有时也会带一点枯萎的 然后 你要知道 酥酥是很大力的 所以 然后 他种子大大力的 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名字 王后 好 我们就把它打开来 OK 好了 可是这粒酥酥呢 我开起来 就像那个老板跟我讲的 他这个圆 一般上呢 都是包花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 其实刚才你在看的时候 外面没有孔的 他里面你看 种到这样 因为 那个 那个花 那个虫的 那个卵 在他生花的时候 已经进去那个花了 就是说 如果你在圆 如果是圆主 他会看到 一点一点的 那个花 那个花 那个花里面有那个 虫的管 所以他长大了 他就是 就是这样 看到没有 哦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其实呢 这样的榴莲呢 生虫的 在我们的那个榴莲界呢 我们不叫生虫的 我们有一个名字 比较 斯文的 我们叫做包花 所以如果老板跟你讲 哎 这榴莲包花 就是说 这里榴莲 生虫了 不能吃了 所以这些 都不能吃了 等下我就拿回去 他会换我例行的 好 好 你看看 能够吃的位置呢 是这包 和这包 哦 都是 这个 生虫的我就不吃 好 你看看这个酥酥 它是这样 像黄色的 就是好像普通这种黄色 然后 种子是很大力的 可是它的肉是很幼很滑 很 很香 哪一味的 来我来试试 这个真的很好吃 它是 它不糊的 它是像牛奶这样 好 你看看它种子 这么大力的 哦 所以就是说 你看到那些好像 大不婆的榴莲 种子就是这样 大大力的 好 这包也是可以吃 这个就不能够吃了 OK 你看那种种子 都是这么大力的 哦 然后啊 你注意看啊 这边 看到没有 这边 有一个洞 它的虫已经进去那边了 下面也是一定爆发了 你看 有一个洞 虫的洞来的 等下你开下去 另外一边 肯定也是生虫 我试试看开啊 我拿下去开 看到没有 那个榴莲虫跑出来了 OK 看到没有 那个榴莲虫 所以这个我就不吃了 就拿回去 给它换一下 就是这样 好了 我就分享到这边了 谢谢 拜拜 做一个Youtuber 攻却讲门人的SOOPER 以及视频 którego黄铭志 乖里噴啼啼 回我的回 让我教你一生保费 让我渐渐靠下你 在你懷孕里 你就是我的 流量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